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期待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世人都不会太轻松 不是只有摩羯不轻松而已 因为大家都在布自己的局 此外就是木星重刺了 木星现在终于在水瓶座 要走完他的历程了 那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当中 木星水瓶是不是让我们觉得 有很多看不懂的人事物呢 那接下来木星进双鱼 当然就会带来另外一种能量场 你们应该也很有体会 比如说猫猫狗狗的议题 或者是曾经弱势的 比如说有色人种的议题 或者是一些弱势团体 或者是烟 酒 毒品等等 这些本来就存在着 很多人用来逃避现实 很多人用来强害身体 这些议题或者是环境的变化 都会是木星双鱼即将想放大的 所以简单讲 如果我们一般人想截取这个双鱼能量 我觉得从事一下帮助别人 慈善的事业或工作 对我们都会很加分 也会洗涤我们的心灵 心灵得到成长 或者是我们也把自己打扮成弱势 比如说你比较会撒娇 会装可爱 会装可怜 说不定你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双鱼也跟艺术能量有关系 所以我赞成大家用艺术来包装自己 所以这段时间想要变美一点 或看事情的角度 想要再升华一点 不要那么的实事求是一点 都是木星双鱼的功效 已经开始了 各位可以感觉一下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 金牛巨蟹 狮子跟天平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的朋友 工作上你会遇到强者 那这些强者很可能是老板 很可能是客户 他们很可能需要你更坚定一点 更有想法 更有思考一点 并且要勇敢地说出来 所以逃避是没有用的 然后也不能置身事外 另一个是巨蟹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可能会有竞争的压力 比如说可能某个方案是要比赛的 你可能要展现出企图心 你不能太谦让 如果你不展现企图心 别人就会一马当仙 这不是你要的 另一个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终于进入了 比较顺利的一个阶段 那工作上也比较适合 比如说整理你的环境 去无存经 把不擅长的 不会的或多余的去掉 剩下的精华你就能够办得很好 另一个是天平座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 最近可能会有女性的工作同事或客户 她们相当的强势或强大 你要跟她们互动 可能也要有点心理准备 因为她们很喜欢指挥 那你要怎么因应呢 我们来看爱情方面 那是双子天蝎摩羯跟水瓶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 你想得多做得少 那自然就有可能会错失良机 不过这好像也是现代人的通病 不是只有双子而已 所以座而言不如其而行 另一个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如果你有感情对象的话 最近她很可能是没有空见你的 大家都很忙等等 所以你有点失落 这个时候不妨就是表达出你的失落 让对方明白 这是比较好的 另一个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 你拒绝的感觉还蛮强的哦 其实很多人对你表达了好感 也很想靠近你 但你都冷冷的 或者是让别人碰软钉子 你有没有呢 另外一个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感情方面呢 有可能是友情升华来的 所以那个跟你谈得最开心 聊得很好的 说不定在这一周 我们有机会再更进一步 以金钱上来说呢 白羊跟双鱼是有感应的 白羊星座的朋友 这个理财方面 最近是有一点高低起伏很大哦 或者是你越想要好好的理他 然后他就越这个 有很多的变异给你看哦 刺激你的心脏 所以如果你玩的是那种短期的股票啦 你可能最近真的是会被他整得七荤八素哦 有时候先放下 长期持有比较重要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在金钱方面 有一些东西是会被吊住的哦 比如说你的资金被吊在那里啦 有些货品进不来啦 有些事情进度有问题有状况 所以多少都会影响到了你的所谓的布局或进入账哦 这一点可能就会考验到有没有预备筋啊 你有没有转环的余地等等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就是处女跟射手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可能在身体方面要注意医疗舒适 比如说用错药啦 或者是护士是不是有可能不小心这一类的 所以你自己就要再提心吊胆一点或小心注意细节 那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朋友 你比较容易心理影响生理 所以如果最近身体真的有问题有状况 除了身体真的不太好以外呢 你要注意是不是心里生病了 是不是心里有不满足不满意之处 所以加重了病情呢